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不是说固定用好 然后就把它重复重复的应用 像来这里准备要跟大家分享道德经 希望协助大家用道德经的方式来禅修 然后在短短几天内 真的能够体会到道德经里面的深意 精华精髓 所以就要设法让大家透过一些幻灯片 可以比较快速清楚地了解 真理实相是什么 生命实相是什么 所以要把真理实相用浅显易懂 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就不容易 所以变成要用不少时间去整理资料 如果不播放显灯片 不用这些资料的话 我就很轻松 以前自己在修行的过程 用了二三十年 都一直在文字堆里面 经典里面在那里砖研 在那个明相 思维 然后禅作 经形 都在各种法门里面下很多功夫 追随的善知识 就是没有人能够把我们这个 所理解的跟生命实相做连结 会有人引导 在大自然里面去修 那种引导方式还是一样 一个我在大自然里面修 你在经形 也是一样 一个我在地上走路 在观呼吸 也是一样 一个我在观呼吸 但是以前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因为别人就是这样跟我们引导 所以南传北传的佛法 都参学过 也都修过 修到很苦 但是就是觉得 我就是还没找到 因为我内心 还没有真正安心 变对生死关头的时候 那是很严格的考验 你即将变对死亡的 你心安吗 你读了这么多经典 懂了这么多明相 这么样的会思维解析 你心安的吗 你学了这么多的法门 心安 心安了吗 还是不安呢 你真的了解生命究竟归一处吗 不知道 我学习的时候都会认真去学 学了一段期间之后就会发现 还是一样不安 到后来就是 法界大师现身说法 让我看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很奇怪 学佛修行 几十年 这一关以前就是突破不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引导 大家引导你的都是观念 知见思维 然后怎么样用方法 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人引导我们去连接起来 看懂这个大自然的真理实相 在看道德经 发现 老子真的他的境界 他的智慧很高 都是在叙述 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那时候我已经看懂《无知天书》了 再来看老子《道德经》的时候 发现 原来老子所叙述的都是活生生的法 都是大自然的真理实相 很赞叹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很细腻 很具体 不含糊 又没有要我们盲信迷信 而且更难得的就是 老子个人这么高的智慧 但是他不会要任何人追随他 这就是真正的展现 无我无私 他一样协助众生 去了解真理实相 但是到一个段落 他就退隐 他不会要在那里立山头 搞偶像崇拜 真正提道 悟道行道的人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无我无私 与道相同的那种特征 特性 所以老子他在叙述 宇宙的真理实相 包括告诉我们 生命是怎么来的 一般人都只认为 父母亲生我们 这个太肤浅了 很肤浅的看法 并不是说错 而是看得很肤浅 没有更深入去看 你就看不懂 真正的生命实相 我们的父母亲又怎么来 我们的父母亲又依靠 什么而存在 我们出生之后 又是依靠什么而存在 所以这些智慧者 他们告诉我们 生命是怎么来 所有众生的生命是怎么来 不是有些宗教讲 原罪业力 所以老子他的伟大 就在告诉我们 众生的出生 众生的出现 不是原罪 不是业力 而是大自然的演化 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之子 释迦牟尼也是 孔子也是 耶稣也是 所以这个图像 这是老祖宗 他们了解 大自然的奥妙 然后用图像 摇卦图像 把它 浓缩出来 但是一般人看这个就在那里 哇 算命了 八卦了 看风水了 结果呢 搞了一辈子 至于生命怎么来 生命实相是怎么样 还是没有扣住 这样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了解 八卦 它事实上 每一卦 所讲的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八卦的摇卦 我们再把它配上 它真正的代表的含义 你看 就是天 地 风 雷 水 火 山 海 这是在告诉我们 所有众生 跟大自然都完全合一的 所有众生就是由大自然这样的演化 化育出来的 至于是怎么演化 那都是非常奥妙 所以你看 这个一样 这个门 它用的就是八卦的图 刚好有学院站在上面 排下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 不管男众 女众 不管任何人 全部都是由天地 化育出来 化育出来 这里就是把八卦一一的 排开 让大家了解 原来 八卦所讲的都是大自然 福西化八卦 那个就是他观察整个大自然的种种奥妙变化 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顺天之道而为 以前在不知道的时候 上山下海 到处去找法 修得很苦 也常常去闭关 精进用功 但是就是找不到 因为在宗教团体里面 往往都是在经典里面钻研 或是在表象里面钻研 以前接触过很多 像这个只是一个表征一个代表 像以前经典里面讲到月光菩萨 那就会有一大堆的解释 月光菩萨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功德 怎么多厉害 结果又有人雕出一个像 说这个叫做月光菩萨 以前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叫月光菩萨 以前真的 觉得奇怪 月光菩萨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长得怎么样 是这样吗 后来当看懂实相之后 才知道月光菩萨长得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正的月光菩萨 好 再来还有什么日光菩萨 日光菩萨的功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殊胜 结果别人又雕出一个像 说这样的像叫做日光菩萨 那个莲花放在左边的 这个就是日光 前面那个莲花放在右边的 这个叫做月光 一般的像 都是这样 灵像跟那个表像 这个像是表像 都是在这样的区分 但是说实在的 像这样的像叫我在哪里拜 我真的拜不下去 你叫我信他我也信不下去 因为我觉得你跟我 这个叫什么不搭嘎 我是要求真求证的 好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真理实相之后 懂得真理实相之后 才知道 原来日光菩萨 不是一般人 所想的这样 包括大日如来 不是一般人 所讲的这样 原来 大日如来 日光菩萨 指的就是这个 真正的所谓的大日如来 它具有多么的神圣 多么的功德 像这个我就信了 因为我看到 我体会到 太阳是真正的 无我无私的在奉献 在养育我们 所以当我看懂实相之后 感恩 感恩天地 感恩天地父母 所以希望大家清楚的了解 生命实相 就是 你要从这个小我扩及到 整个真正跟我们生命 有关联的这些 因缘 你才会清楚的了解 生命实相 你也才会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你一定要 从大自然实相里面 去认清 去感受 去求真求证 你真的体会到 你的生命就会 一定会脱胎换骨 重新活过来 你的整个的思想 心胸度量跟过去 一定都会大大不一样 你的生命会脱胎换骨 就好像从以前一个井底青蛙 你跳出来之后 你会 看到整个海阔天空 所以我们要了解 支撑我们 支撑我生命存在的一切 你一定要深入去探讨 与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切 这些都要深入去体悟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我听过了 这个我懂了 空海是把实相尽量呈现出来 让大家清楚了解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的宗教 包括基督教 天主教 天主教 回教 他们每个礼拜 大部分 很多教徒 听牧师 神父 或是宗教师 讲法 就是在帮助他们 你怎么样去 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生命的源头 都是在帮助他们 了解这些而已 几十年 他们扣住的 都是这个核心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这样我听听 我看看 这个我懂了 我知道了 这样实修 这样我就体会到了 这个没什么 只有在哪里放来放去 这样就很可惜 很可惜 希望大家一定要深入 去体会 佛教里面 讲清净法身佛 我以前也是一样 搞得莫名其妙 什么清净法身佛 什么比如真阿佛 什么佛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搞得这么多 然后相这么多 包括什么是清净法身佛 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然后就告诉你 这个相就是 然后就是 拜这个相 我的心还是觉得 清净法身佛 不是这样 这只是一个表象 一个表征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清净法身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以前在禅宗的书本里面 有提到 牺牲都是广长舍 三舍都是清净舍 但是还是 没办法真正清楚了解 所以佛教 一样都有很多的名相 然后很多的经典 就是在那些名相里面 解析解释 读了很多 还是一样 只是在名词名相 还有这些表象上面 至于实相是什么 以前没有人能够引导我 到后来 当我用很多的生命去找寻 去参悟 才体会到 当我们如果用小我 在五蕴身心里面 用小我再修 不管你怎么精进修 禅相多好 你还是一样 不会真正找到安心的 你没办法了解 真正生命的实相 我再怎么精进用功 再怎么精进修行 再怎么精进精行 还是一样 像这些学员 他们都很精进用功 都很精进用功 但是他们因为来学解释道之前 他们以前在其他地方 有学过有修过 别人告诉他们 修行应该是怎么修 打坐怎么打 精行怎么精行 结果很多他们来 都用原来的那一套 再慢慢跟他们讲 要归零 重新来 用生命去走 用心灵去走 很多人还是一样 刚就好像初学 都还不太会 但是一次一次 慢慢的就会 渐渐的体会到了 如果你用一个五蕴身心 再打坐再走路 你修再久 你都还是一样 身心是紧的 内心是不安的 我们还是存在 主宰欲 自卑 还是一样都存在 有在修 但是只是修表层的 你生命还是没有真正的蛻变 当 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 原来我们跟整个天地 是 一体的 原来 这个小我是 大自然的一分子 原来我这整个生命跟大自然是合一的 这时候不管你是走路或是坐着 我坐也是坐在天地父母怀抱里面 坐在道里面 我惊醒也是在道里面 这个不是说在打坐禅修禅相里面才有 不是啊 是你随时啊 不管你情住坐或雨墨动静 或坐或睡睡觉 也是一样 都是在这个 道的怀抱里 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同样走在地上 但是品质不一样 同样坐在地上 但是生命品质 感受不一样 同样处在一个残堂 一个道场里面 但是彼此是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这是认知的问题 在处在同样的世界里面 很多人活在的是苦海里面 忧悲恼苦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体会到了这个活生生的法 你走路经行 也是一样 走得很轻松 很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 认清出这个生命实相 在佛教的阿安经里面 释迦摩尼有提到地界 水界火界风界 这是组成我们生命的元素 还有空 释迦摩尼的介绍里面有提到 这些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都是极大极净极不正恶 对 释迦摩尼早期他讲的是山河大地 流水太阳跟空气 还有虚空 他讲的是这些实相 但是很厉害的一些信徒 就把他变成为抽象 然后在打坐禅像里面去找 找得很辛苦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 把大自然的地水火风空 都把它否定掉 这个是佛教界里面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让很多人没办法 真正能够很快的 可以来到安心自在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清净法身佛 整个天地 整个大自然 本身就是清净法身佛了 山河大地 本来就是真正的清净法身了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不管你是坐着躺着 你都会很快乐 都会很安心自在 你会感觉到很幸福 很温馨 因为不管你在哪里 坐着躺着 你都是在温馨的 天地父母的怀抱里 都是在道的怀抱里面 所以不管你坐在哪里 你的生命 不是坐在一个冰冷的石头上面 你是坐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这个关键就在于 你明或不明 如果你没有认清出来 你就觉得好孤单 我坐在一个冰冷的石头上 我坐在一个冰冷的石头上 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就会体会到 我就坐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就在道里面 所以如果你用自我再修 你就会觉得好孤单 孤苦伶仃 好可怜 然后觉得内心有苦 好有苦 我们赶快再找法 然后赶快再静静用功 这就是有苦 然后再去找一些止痛药 安慰剂 麻醉剂 如果用自我再修的话 你就会修得很苦 如果我们有正知正见 又学了老子道德经之后 你渐渐了解 这个生命跟整个法界 大自然是一体的 这时候当我们把信仰打开 视野打开 观念之间打开 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 你跟整个天地是一体的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整个大自然就是 我们的法身 整个大自然就是 我们的天地父母 整个大自然就是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你原来是一个 不知道生命实相的 一个红雪球或是白雪球 觉得很孤苦伶仃 很苦命 一出生没多久就要工作 然后这样 在那个血管道路里面 跑来跑去 找不到家 找不到真正生命怎么来 否定那些血管壁 否定那些骨头 你觉得那个是无情的 那个跟我无关 所以一个白雪球 红雪球 然后就在身体里面 跑来跑去 到处钻 然后到去找 我的家在哪里 我生命怎么来 你会找得很苦 如果你真的能够打开 智慧眼 了解这个生命实相 你就会体会到 原来不管我到哪里 我都是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 都是跟道合一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道不可须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所以道在哪里 你所做的 你就做在道的上面 这个不是形容 是实相 也不是禅相 不是想象 不是推理 是真正的实相 你山河大地 土地就是道 道的显向 你就做在道的怀抱里 空气就是道 你就是与道合一 你会不会呼吸 每个人都会呼吸 问题是 你是机械式的呼吸 还是用心灵品尝道 品尝生命的奥妙 同样的呼吸 心灵品质就不一样 同样走路 心灵品质不一样 同样在看风景 看大自然 心灵品质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 你如果没有开悟之前 你是见山式山 他是他 我是我 一个我在看 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会来到见山不是山 见山不是山 你会修得很苦 但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到后面 你才会 反扑归真 甘雨平凡平淡 那个自我消融 你才会真的回归单纯 这时候 跟天地合一 这时候 你看到的 见山又是山 那个不一样的心灵品质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当你能够真的看懂 这个无字天书 当你真的看懂 《大地风云经》 看懂天地父母在哪里 天地父母的伟大浩瀚 你的小我消融 你不会孤零零的 你不会不安 你的生命会很踏实 很实在 很安详 到哪里 我们都与道合一 到哪里 我们都与天地父母合一 很多人就知道口渴 喝水 口渴 喝水啊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了解实相的话 这个就像见山四山 喝水 水还是水 你只是喝一些 止口渴的一些水这样而已 你不知道水的珍贵 你不知道水就是道 你不知道水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它就是我们的生命 不只人要喝水 所有的动物都要喝水啊 他们一样很珍惜啊 用双手还有脚 一起拿着 这样才不会掉 包括所有的植物 一样都需要水啊 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 我们污染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当整个生态环境被破坏 就容易形成各种灾难 包括旱灾 如果旱灾 没有水可以喝 人就会口渴死亡 你有再多的钱 如果没有水 那些钱通通没用啊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水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我讲了这个 本来是讲说 水是我们重要的生命元素 我可以不要把那个神灌上去 但是一般人就觉得 就用生物学方面的 或是用一般的元素材料这样的去理解 还是用一个我在喝它 而不知道它的珍贵 所以不得已再把它加上一个水 是养育我们的生命之神 没有它 我们的生命就不存在 所以这个是强调 让大家更重视它 甘露水 如果旱灾不下雨 这个本来是粮田 农田 没有水 你要种什么 怎么活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千万不要这样轻易的污染水 或是浪费水 好好的去体会水的神圣 当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这是道的化身 你要喝出那个味道出来 你要用心灵去品尝 你真的用心灵去喝 你就会有什么心 就会有感恩心 修行 你朝向正确或是错误的方式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 你有没有生出感恩心 心灵的进化成长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标准 如果你越来越有感恩心 越有慈悲心 这个方向大致就不错 如果你越修我慢越大 瞧不起别人 这个保证是从错方向了 当你越了解水的奥妙 你喝这些水 你就会很感恩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就是道 所以很多人找不到道 因为观念之间错误 这个是真正的道 所以你在喝水 就是把道的元素 喝进我们身体里面 讲说道 有的人认为 我们要找的寻的是上帝 跟这个无关 那是因为观念之间 不对 所以才认为无关 要讲具体的话 你要找上帝 这个谁就是上帝的选项 谁就是上帝的化身 只是一讲这个 就会被一般人习性的 把它否定掉 否定掉 好啊 这也是你的因缘 那你就继续去找 我讲的是实相 现在讲这些都是帮助大家 重新来认清我们的生命 重新来认识生命实相 重新来认识真理实相 重新来认识大自然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觉醒 你来禅修 最重要的就是要觉醒过来 这个觉醒就是开悟了 好好地体会 把过去的观念之间 重新来过 客观地去认清 去求真求证 当你真正的证明到 你发现原来过去的观念之间 是错误 这时候你的生命就 觉醒过来 所以也不要把开悟 变成很虚很玄 你发现过去 观念之间错误 大大的改变 蜕变成长上来 那就是一种开悟 为了让众生了解 风是什么 结果我们老祖宗就把它 画出一张风神的这个土出来 因为一般 风在那里吹 但是一般人用眼睛看不到 如果石头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到 花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但是风一般人不容易看到 看到树梢有在摇 但是你看不到风 你手掌身体可以感受到风在吹 但是你还是不容易 真正看到具体的风 所以老祖宗就想说画一个 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晰 结果就把它画出这样一个 风神图出来 好了 画这个图出来 很多人就拜这个像 而 体会不到 空气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风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它就是道的化身 是我们生命之神 不管你多么有钱 不管你官位再高 或是不管你修行境界再高 什么成为大成就者 或是成为佛佛 都一样 都一样 你都需要大自然的风来支撑 你的生命才会存在 如果你是真正一位所谓的大成就者 大智慧者 你一定会看懂这个无知天书 而且绝对会很感恩 没有任何我慢 所以大家在呼吸之间 一呼一吸之间去体会我们与道合一 你要到哪里去找到 当下 呼吸也可以找到道 吃饭也可以找到道 体会到道 走路精行都可以体会到找到 这些不要只是停留之间 一定要去亲政 如果你体会不到风 体会不到空气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或是你认为我很厉害 我不信空海宁讲的那一套 我觉得外边的这个元素 跟我生命无关 你那么厉害 你就不要呼吸 看你能够憋多久 当然没多久 你就会知道 哇 真的 没有这个空气 我们的生命活不了 所以当你真正体会到之后 你就会自然 身心会柔软 会懂得感恩 讲这一系列 是让大家 真的要从大地流水 阳光 空气 还有虚空里面 去具体 清楚地认清出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这些跟我们生命 有什么密切关系 你才会了悟真正的生命实相 如果你觉得这个没什么 我要去学一些 人家讲解析的多细腻 人家讲什么法门 那个才好 要打坐 要入几定 那个才好 那些才比较可以学 这样我就可以比较 可以忙得没完没了 才不会太无聊 你觉得那个才比较好 好 那这样你就去 但我知道 有一天 你完够了 你会知道 什么才是真的 你会回到 这里来 你才会知道 谁在讲真话 包括空也是一样 佛教界里面 对这个空 现在都变成尾 在哪里 空性 性空 在文字堆里面 钻研 在这一部经怎么讲 那一部论怎么讲 跟佛教界介绍 真正真实的空 大部分的人都否定 认为不是的 那个不是的 就好像 我跟大家介绍 大日如来是什么 一般宗教信徒 他们就说 不是的 那个不是的 就要在经典里面找 在明像里面找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透过明像 解析 然后去看到真正的实相 空 任凭你在怎么曲歌 任凭你在怎么画界线 空它就是一体的 不知道的人 才在那里 不断的分类 分割 如果你了解 空是什么 就不一样了 人类会用很多的头脑 在那里解析 但是很奇怪 就是要设法 否定那个实相 因为你否定实相 那才可以没完没了的 在那里解析 如果你真的玩累了 玩够了 心还是空虚不安 到后面 你就会乖乖的 回到实相来 这些鸟 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空 它们就活在空里面 而不是在经典里面 钻研 如果你跟他们讲说 这个空不是 你要读很多的经典 你才能够飞 当他抓他来读那些经典 你会把他折腾死的 你要告诉他 经典里面你要去看 你才知道空是什么 那你才知道怎么飞 人要解脱快乐自在 你如果真的 看懂大自然 无知天书 你真的跟大自然合一 回归大自然 与空合一 你每天你都快乐自在 所以说本来就很单纯 空它是无边无际 没有界限 包含一切贯穿一切 空的特征特性是这样 实际是在空里面在展现 但是人类就变成 否定实际的空 然后在那个文字堆里面去钻研 认为什么才是 结果呢 都变成一直用抽象解释抽象 明相解释明相 用经典解释经典 没完没了 解析了一辈子 还是一样找不到真正的空 所以这些鸟 它们都很清楚 因为它们就活在 真正的空里面 它们就活在实相 所以希望大家 越单纯越好 越重视这一部 无知天书 大自然 你越容易开启智慧 包括天地父母 也是一样 我们要透过一些名相 然后去了解真正的实相 天地父母讲的就是 我们整个的太阳系 跟虚空 老子讲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个三 讲的就是 天地父母 化育万物 天不要变成很抽象 天就是太阳系 就是太阳跟虚空 太阳跟虚空 以前中国的历代君王 大部分都会在 秋收之后 然后引领一些文武百官 到天坛去祭天 或是祭地 去祭拜 感恩 天地父母 不要把这个认为 这是迷信 人真的要懂得感恩 如果认为这是迷信 然后 不去感恩天地父母 也不认为 这个地球的重要 你就会不断地破坏它 污染它 当我们 破坏生态 破坏地球 后面的灾祸 就会陆续不断地产生 这就是 被天之道而为 灾祸 就会 产生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 空海讲的是实相 不是迷信 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 不管你任何宗教的人 一样 我们都 活在 这个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我们说感恩老天爷 真正要感恩的就是 太阳跟虚空 虚空 它是万有的源头 虚空创造一切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有生与武 那个武讲的就是虚空 所以希望大家 重新来认清真理实相 当你真正了解 原来天 讲的就是虚空跟太阳 所以你看到太阳 你也会感恩 看到整个虚空 你也一样会感恩 而且与空就是合一 地 就是这个地球 土地 山河大地 有的人认为 它是无情 无情是因为你的生命 是没有活过来 你用物质层次在看 你就看不到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 来请大家好好体会 如果土地是死的 你种什么东西上去 它不会活 因为土地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你种龙作物上去 它才能够化育 让它成长 一定是活的东西 才能够长养万物 这样了解吗 这个观念希望大家都要 来过 所以大家要清楚了解 重新来看待 山河大地 都是有机生命体 就是地球母亲 所以因为有天地父母的养育 我们才能够活着 这些是让大家清楚地去感受到 我们都要依靠天地父母的养育 希望大家用心灵去体会 我的生命要存在 是不是真的要靠天地父母的养育 我才能够存活 如果你能够来到不太成见 用心灵去体会 去体悟 你就会知道是真是假 古今中外的所有古圣先贤 不管他再多么有名 或是智慧再高 包括被中国人称为 至圣先师的孔子 也是一样 他都是天地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你我他全部都一样 都是天地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我们都是天地之子 孔子也是 所以孔子就告诉我们 当场有一天了解到真正的道是什么 招文道细思可也 你就知道那个道多么重要 很多宗教信徒 他们每个礼拜到教堂里面 就是要去求道文道 要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当有一天你真的搞清楚 你就知道 招文道细思可也 安心自在 道也者不可蓄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还有刚才讲说 招文道细思可也 并不是说 闻道疗悟道之后 然后就会不重视生命 绝对不是那个 绝对不会消极 讲的就是 可以来到 放下所有的名利 包括个人 那些我执我慢抓取 那些通通可以放掉 可以死掉 这时候你会来到 无我无私 充满慈悲大爱 没有任何名利心 没有任何我慢 为众生服务 是那个自我小我 私心死掉 这样了解吗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开悟 任何人都一样 你修行境界再高 一样 都一定要有支撑你生命存在的 那些元素 要知道 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神 就是道 就算你在成佛 你还是一样 要整个天地的支撑 整个天地的养育 化育 所以如果你了解实相的话 你真正的成佛者 他绝对不会有我慢 他会很感恩 而且与天地合一 而不是修行到后来 后面认为我最高 我最厉害 然后变成在那里 搞偶像崇拜 那是错的 包括老子也是一样 智慧再怎么高 一样 老子很清楚地知道 我是道的化身 我是道之子 我与道合一 所以那种生命 他就是安心自在 无我无私 当你了解生命实相 也看懂天地父母 了解天地父母 你知道 原来你我他 我们都是同样 在一个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同根同缘 我们都是天地之子 这时候我们很多的虚妄分别心 就会灭除掉 我们那些二元对立 就会渐渐地淡化 突破掉 所以你会来到 用平等心来善待所有的人 这个就是 当你了解生命实相之后 你会体会到 什么叫做一体的世界 体会到生命共同体 你会看到 原来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每一个种族 都是跟我们都是平等的 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不同的国家 表象上虽然有这些区分 但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最难突破的宗教的界限隔阂 也会因为你了误真理实相之后 这些宗教界限隔阂 也都去除掉 因为你看到 天地父母是平等心的 对待善待所有的宗教 没有说哪个宗教才最好 哪个宗教不好 当然如果那些邪教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它根本不是宗教 那是在搞偶像崇拜 那在搞那些权力斗争 那是一回事 我讲的是 世界上真正正统的宗教 都是引领人类去 了悟生命实相 你就会知道 所有的宗教是平等 所以你会用平等心 善待所有的宗教 这时候你开启的是 所谓的大圆静志 大圆静志 你知道 在这个圆上面的每一点 都平等重要 天地父母同样平等地对待我们 你如果真的了解生命实相 你自然也会启发出 那样的心灵品质特征跟智慧 所以自然会开启平等心 平等志 你会清楚地体会到 原来全世界的人 跟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我们兄弟姐妹 这时候那些称心贪心 嫉妒心 自然的都会消失 只要你了解生命实相 那些贪嗔痴我慢 他就自然的淡化淡化 后面就真的止息 不是用努力去打压 或是去修出来 当然那是一些方便法的过程 真正你要贪嗔痴我慢 要断除要净化 那是来自于 你了解了生命实相 了解了真理 当你真正了解生命实相 很自然 你内心就会充满慈悲大爱 你会用平等心 善待一切众生 所以你到哪里 你都处在净土的世界 到哪里你都安心自在 因为你随时都处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你很安心自在 在你的心中没有任何敌人 所以你会很幸福 很快乐 很安心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会活在天堂的世界 这些课程 这个不是要让你在那里去背诵 然后用头脑在那里思维解析 不是光只是这样 是要你真的去体悟 要去求真求证 真正的修行 要做的是这些了 要用清静的心 不带成见的心 来重新认识 重新求真求证 自虚及守净毒 那是一个工具 所以打坐 禅修 包括研洗各种经典 要知道 那些通通都是一些住员 那是方便 过程住员 但是绝大多数人 都迷失在那些过程 方便法上面 在那里抓取 执着 较量 我的法门才最好 我的经典才最好 我的宗派才最好 我的宗教才最好 而忘了最重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希望大家扣住这个核心 我们所有的课程 你所有的文法 都要用来帮助我们了悟生命实相 要了解生命的源头 跟究竟归一处 重点都要放在这边 你真正扣住这个核心 你要找到 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道 与道合一 要多久 不带实解因缘 随时都有可能 但是不要得少为主 不要又被自我欺骗 所以要好好地深入 认真地去体会 体悟 实修 实修实证 就是要针对这些重点 好好地去体会 去求真求证 如果你的心 又在那里胡思乱想 妄想 好 这时候你就透过 我们前面有讲过 怎么让心静下来的方法 让心能够来到 随时保持在 空明觉的情况 自虚挤手净毒 然后再去 再去 求真求证 而不是随便想一想 就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 你脾气毛病 不改的话 那些知道都是 头脑的之鉴而已的 你真的感受到 哇 真的整个的生命 不一样 毛病 习气 观念 之鉴 心雄 度量 跟过去 不一样 你的生命要真的 蜕变 进一步要去做到 你要做得出来 像这几天所讲的 这些内容 主主可以让你去消化个好几个月 要认真去消化 认真去求真求证 这样才不会又是 匆匆忙忙的冲过 然后又错失 善阴善缘 好好把握 好好的 扎扎实实的下功夫 认真去求真求真 像这样吧 是 血